6月10日 加大二湾分校持续教育部 与富兰克林高中合作创办的早期学院课程 为首届毕业生安排了一场隆重 且意义非凡的高中毕业典礼 这个课程致力于为本地高中生及国际学生 提供提前选修大学课程 拿学分的机会 那这个项目的特点在哪里呢 它能够让高中生 不管是国际学生也好 还是这个当地 美国当地的公立高中 或者私立高中的学生 能够有提前先修大学项目的机会 在完成高中学业的同时 拿高中文笔的同时 可以先修大学程度的这个大学课程 那我们知道传统的公立高中 对吧 大家都熟悉AP课程 那AP课程呢 现在资源越来越难 所以很多公立高中 实际上都有各式各样的这种限制 那一般九年级 十年级学生是很难拿到任何AP课程的 所以整个这个项目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所谓另批细境的一个平台 能够让高中生真正挑战自己 从这个完成高中学业的这个角度来讲 能够上挑战的课 同时呢 这些大学学分的课程 实际上是直接可以转入各个大学 他们将来要求读着大学的 我想这个教育问题是每一位华人最关注的问题 那很可惜在加州呢 大家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呢 就取消了这个语法课程 就是所有的这些公立系统是 学生是孩子学不到语法 从小学初中到高中 其实我们 因为我做教育十八年 差不多二十年 一年年看下来 越看越心寒 觉得孩子们考试都很会考 成绩也很好 但是文章不会写 句子都说不清楚 因为我们也做很多这个大学文书的纠改 那其实在整个美国 好像跟UCI这样很有名的 这些高质量的大学合作的这种模式 我觉得这个UCI的这个 Early College Track是第一个 对 所以我们是非常有信心 觉得这个富兰克林Academy 再加上菲达将近二十年 在升学规划这方面的这个经验 然后还有这个UCI的强大的师资 和他的这个科研研究 因为孩子会整个的在UCI上课 在UCI校园上课 当然如果要是有这个 国际学生来上的话呢 UCI也可以提供住宿 对 所以孩子们像他在上读高中的时候 就能够体验到这个大学的校园的生活 就讲到我们 今年有将近九个孩子 被斯坦福大学录取 虽然今年这么这么难 对 而且很多孩子被UCI啊 UC Berkeley UCLA 这样很好的UC加大录取 当然我们也会结合 菲达在社区的贡献这一块 对 然后给我们的孩子们 不仅仅是说 学习好 功课好 得自体美劳 全面发展 就是说 在这个自己学习的同时 不要忘了关心社区 服务他人 而且我们这边 不仅仅跟UCI的这个 这个关系很好 而且我们跟整个 尔万市政府 还有这个Orange County 和城县的这个 这个办公室 关系都非常好 我们每年都送高中生 去做实习生 到场祝贺的重量级嘉宾 由国会议员参选人 前周众议员鲍尔先生 成郡教育局副局长威廉博士 成郡郡长瓦格纳 办公室外联主任沙加女士 六届森林胡市市长 斯科特先生 以及尔湾市议员 凯罗助理迪帕克先生等 此次典礼 由加大尔湾分校副院长 吉布森先生 和国际项目部主任林女士 及其团队策划主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